隨行車隊多達30輛 浩浩蕩蕩進入新加坡總統府 會見新國總理李顯龍 兩人在鏡頭前開心握手 進行了工作午餐 期間李顯龍製造驚喜 提前為6月14出生的川普慶生 新加坡外長在臉書分享照片 看到一大盤像是 撒了可可粉的水果蛋糕 上面插了一根小蠟燭 前方還用高腳杯 撞著川普最愛的可樂 不過按下快門瞬間 川普和一旁的幕僚長 和國務卿三個人眼睛 都剛好閉了起來 李顯龍費盡心思招待川普 慶生之餘餐點都是由百年老店 梁牧原酒店內的知名餐廳 Gordon Grill包辦 端出安格斯牛肉和龍蝦海�農湯 雙方大陣仗出席 長桌左側12名美國代表 川普左手邊是幕僚長凱莉 右側一序是國務卿 蓬佩奧 國安顧問博頓和白宮發言人桑德斯 沒看到美國第一千金伊凡卡的身影 新加坡則是總理李顯龍 右手邊副總理尚達曼 和左手邊的外長維文 另一邊為了12號 川金會能順利進行 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金城 和北韓外交部副委員長崔善基 也緊鑼密鼓會 這個談判當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最主要就是看能不能解決 在去核話上面雙方的旗艦 如果能夠達成某種共識的話 非常希望能夠真正的發表和平的協議 和平的宣言 而川普結束和李顯龍短暫會面後 似乎讓川普很滿意 離開新國總統腐蝕還開心 在座駕野獸裡向民眾揮手 給川普的外交大秀一個好的開始 記者綜合報導